首席执行官 首席运营官 首席品牌官 首席技术官 在许多大企业 这些职位已是常见设置 近日 中央企业设立了一个新职位 首席合规官 这一要求 源自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的中央企业合规管理办法 其中明确提出 中央企业应当结合实际设立首席合规官 由总法律顾问兼任 为何要在中央企业设立首席合规官 首席合规官是个什么官 在中央企业设立首席合规官 它是强化合规管理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 这里的首席合规官就是负责监管企业内部合规性的重要的管理人员 首席合规官他之所以有法律顾问来去兼任 是由首席合规官他的主要的职责决定的 首席合规官他的主要的职责是对包括法律风险在内的合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控 所以本身就具备了相关技能和知识的法律过难 他就成为首席合规官的最合理的选择 首席合规官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具体负责哪些合规工作 首席合规官他主要的职责是领导合规管理部门组织开展相关的工作 并且指导所属的单位加强合规的管理 这些合规的管理工作和职责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就是组织取材相关合规管理的文件 第二就是负责相关合规的审查 第三个方面的话就是组织开展的合规风险的识别预警和应对 第四个方面的话就是受理职责范围内的违规的举报 并且进行相应的处理 第五个方面是组织或者是协助开展的合规培训等相关的工作 肖金认为在中央企业设立首席合规官既有利于进一步明确合规管理职责 落实责任统筹各方力量更好推动工作 也展现了中央企业对强化合规管理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态度 对推动各类企业依法合规经营具有重要示范带动作用 近些年来的话这个中央企业十分重视企业的合规管理工作 那么合规管理工作也取得了非常重要的进展 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但是从这个顶层设计和统筹的角度来看 还依然有提醒的空间 同时在这个工作的协同方面的话 也有待遇进一步的强化 从这个国际经验的角度来看 设立首席合规管也是世界一流企业的普遍的做法 选择在这个时候的话 设立这个首席合规管的话 一个方面是有助于这个中央企业的 依法合规经营风险的切实的防范 另外一个方面的话 也有利于推动中央企业治理机制的进一步的完善 为中央企业的深化改革和高质量的发展 提供非常重要的制度保障 所以在这个时候设立首席合规管 可以说是适逢启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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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